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 但我想提醒美方的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 包括美国在内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 包括美国在内 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 美国违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明理暗理 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不仅将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最终也将使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我们正告美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是美方做出的承诺 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不得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红线 不容践踏 中方有充分的信心 充分的能力 充分的准备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干涉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奉劝美方 听一听中国一首 快智人口的老歌 歌中唱道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有猎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